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师 今天是星期天 现在是中午12点,天气非常的炎热 炎热对我来说是好的,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星期天,下午4点我都会去登山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进健身房了 健身房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储物间了 也就是购物房 那么我所有的训练器材我都放在厨房这一边,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拿了我的运动器材过后 嗨,Panda 我走过来这一边 然后我打开这个后门 然后我走到来这边后面 这一边就是我的训练的空间了 我来看看我现在体重多少 77公斤 这就没有什么注意饮食 体重上升了 好,为什么今天会来这一边给大家看我的训练器材? 因为我今天登山想要带这个 我们来看看 19.2公斤 我打算把它剪重 剪到大约6公斤 然后我把它穿上 今天去登山 看看效果如何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是我今年年尾 真的很想去爬神山 我现在的体力肯定是不合格的 因为我的理想是 背着自己的背包 登上封顶 7公斤 原本每个口袋有3个负重钢板 我抽掉2条 那每个口袋现在有1个负重钢板 也就是7公斤 所以我今天会穿上这个7公斤的负重背心 登山 看他能招套我到什么境界呢? 好的,目的地已经到了 来看看我今天的装备 上个星期由于挑战了新的路线 所以我的脚cram了两次 所以今天我就不单单带白开水 我还带了一瓶有柠檬口味的100 Plus 就算登山鞋已经试了3次 今天是第4次的 它的确没有让我失望 然后我还买了这个 Himalaya Sword 这个也是吃了能够防止你抽筋 最后就是我的重头锡 哎呀,7公斤的负重背心 我们来穿一穿啊 我不值了,试下啦 啊,夏日和 あと少し 離れない 離さない ほど 一年中 交びてたわ 眩しい良さが もう待ってないわ ねえ,どれくらい感じてる? 抱きしめて 抱きしめたい 抱きしめたい 溶けるまで 踊っていたいわ 寂しさは 終わりにしよう 最高の 伝わりの宝 ありきたりなんかじゃない Summer time 今来てる あなたにも 伝わる たぶん 昨日 が 待ってる わ ну 打ててた 公刀 大 秋 美 THIS IS 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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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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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2-2 蛤?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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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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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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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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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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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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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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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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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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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现在现场 我又要跑 我最爱的香蕉树 看到香蕉树就知道到终点了 说一说感想 走座山我最感恩的其实就是 我的领头,我的小柳子 他一路上都在等你了 因为对他来说 今天的训练应该是完全没有强迫可燃的 对我来说 绝对是比之前更辛苦更辛苦 第二就是毛巾 一路上也会有毛巾 在我的身边安抚着我的情绪 所以很累的时候 你毛巾尝试一下你的汗 一路觉得有东西在支撑着你 虽然是心理上的感觉罢了 但是 进行特训,记得记得 再来就是 电动饮料 可以帮助你 脚不会抽筋 这个我吃了一颗 我觉得帮助也是很大啦 因为上个星期真的是抽了两次斤 所以你今天的视频 大概就这样子高段落 喜欢我的 Log的话 记得要订阅 我们下一集再见 谢谢你们